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不可以坚持两天或者两周的事情 接着上一期的话题 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说 我们看到的 不管是中共的这种军力的发展 这种武器的先进 所谓的先进 而且要看到中共 这种兵员的这种数字的情况 这就是我想今天重点讨论的问题 前面我说了 就中共的现在这些 部队里的这些仓军的这些 所谓的老百姓们 他们其实都是靠着家里 走后门送钱 然后才可以去部队 有希望的有所出人头地的话 他们的这种战斗力就可想而知 所以说我们不要被 中共的这种大文宣里面的 那种阅兵式的那种踢正步 那种所掌握的 那种武器的精良 所迷惑 其实他们所掌握的这种外宣里面的 那种什么军人打战不怕死 什么的这些都是 只是可能只是骗外寒人而已 我就想跟大家亲身说一个我在中国 接触到的一个例子 就是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 就是应该很知道 就中国的武警的消防部队的话 大概是在 2000年左右的时间的话 就是在湖南衡阳的话 就发生过一次很大的责任事故 就是说在铺灭一家 一家三柱楼起火的时候 就是说当时由中共的当地的消防支队的政委 带着几十名消防官兵 从进去这个楼里面去打火的时候 然后这个楼就整个的坍塌 坍塌以后就掩埋了这些打火的官兵 然后拨散损失的话 就好像是他这个政委 还有几名军官 然后还有一些士兵的话 就全部都是政王 出了这个事情以后 虽然中共也给他们以很高的领域 就以所谓劣势的这种身份 进行了这种追调和安葬 但是随后以来的话 就是在湖南 至少说我可以说是在湖南的这种 交还部队里面 就引起了很大的这种反响和震撼 以至于在湖南的消防部队里面 就出现了这种一些 一个内部的这种传达的 这种命令式的文件 但是从来就没有根据人公布 就是说以后这种起火的地方 如果是一栋楼起火的话 我是如果说是达到了 在楼里面说达到了 你们自认为不可 判据不可打灭的程度的话 就千万千万不能够 从这个公路到这个楼里面去灭火 就是说一定要在这种人员 人员的这种安全的方式下面 就是说采取这种外围 这种消灭 这种降温 这种阶段的方式 就是说打个比方说 比如说如果说台湾101 这座大楼如果说烧起来了 从一楼一直烧到它八十几层的话 这座大楼就不要去 不要派人进里面去救了 就是说你就在外面去 喷一喷水啊 打一打火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派人去救 以免这种挪环的坍塌的这种情势 所以说我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中国现在毕竟不是以前像 毛泽东时代那种 一个人生很多孩子 现在他们激发生育造成 三十多年的这种困扰的话 已经造成他们的这种家庭 都是属于这种独生的孩子 所以说每个人的生命的话 其实中共这种政权 它其实也是消耗不起的 他们也不会在像打越战那时候 1979年打越南时候 死一个士兵就是一头猪的价格 我们说就是400块的抚恤金 死一个干部的话 就是800块钱一头牛的价格 800块钱人民币的抚恤金 他们现在已经 如果说他们要打台湾的话 他们要付出多少的死亡 他们可能中共这个政权 可能就根本就承受不了 除非中共这个政权的话 他是想着要跟中国同时的灭亡 要跟世界同时的灭亡 他们才可能会打台湾 所以说我来台湾的话 我就跟台湾很多民众讲 你们一定要警惕中共打台湾之心 但是你们也不要把中共 看得过于的这种强大 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于的弱小 中共他们其实也经不起这种死亡 特别是人员大量的死亡的这种游戏 人员的死亡的话 要发朴恤金 要发什么奖金的话 他们可能根本也承受不起 好 时间的关系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定停地 Jos 这种 rat 您的 友谈 亲 这种人 无诏 我